Hello everybody,欢迎来到我们这礼拜的博优国际新闻导赌时间 我们这礼拜要来报道的一个新闻是跟联合国大会有关 因为联合国将要在这个礼拜召开它的联合国大会了 它是年度的大会 那这新闻是从CROSS这个新闻媒体来的 它是一个纯网络媒体新闻 它从2012年才刚成立 但是由于它创立的成本来自世界知名的各大报 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巨报等等 所以说它创办它的新闻品质是相当的不错 那这个新闻的表情在这里 The Guide to the 2018 UN General Assembly 好,UN就是United Nations 就是联合国的缩写 General是指一般性的 其实就是普遍的所有会员都可以参与的 所以它是不区别会员的身份的 只要你加入联合国就可以参与的一个Assembly 是我们一个生字 就是大会的意思 Assemble其实本来只是组合在一起的 那组合在一起的这群人 其实就是一起在开会的人 所以它可以叫做个大会啦 所以Guide就是指引嘛 这个指南 我们可以说指南 所以这个新闻其实就像一个小指南一样 但是它有专指2018年的2018 所以就是2018年的联合国大会指南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这是它的一张照片 背景那只是一个人正在联合国大会堂前面 那这是联合国大会堂里面的全景 这是一个开会的议事堂 那美国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代表 那上面有主席还有发言台 那这是联合国大会的标志 这也就是联合国的国节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新闻怎么写 好,那我们来看这次新闻的一些生字 第一个assembly 我们刚刚标志有看到了 就是组合起来的会议assembly 叫like migration 这在新闻中很常看到 就是移民的意思 当名词使用 在下面这个字比较少见 叫philanthropist 它其实就是慈善家 那它的另外一个把它变回来 就是把ist拿掉 philanthropy 就是慈善的事业 What are you doing? I'm doing some kind of philanthropy 可以有在做一些慈善的事业 好,下面这个动词比较特别flog 它本来是名词 是指一群一群的羊 羊聚在一起 就是a flock 好,那它是可数的 一群两群flogs 但是像羊一样聚在一起 这个动作就变成群聚 然后就变成动词了 下面ratherless 这个是指从rather这个字过来 它说缺乏领导 rather就是指船的舵 一个船的舵可以控制它的方向 那没有舵less 所以说就缺乏领导 没有方向的ratherless 当然authority是官方 或者是当局 行政的官方当局 都可以叫authority 或者是指有权威的 tension是指两个东西之间紧绷的那个状态 所以我们就说它叫紧张 关系紧张的关系 tension 高压 高紧张的 好,再来 narcotic或narcotic 这是毒品的意思 它其实指的是指迷幻的药物 也可以做形容词迷幻的麻醉的 ok 那还有另外一个字叫drug 如果我们知道的话 毒品还有另外一个字叫drug narcotic drug 都可以 它再来humanitarian 是人道的 从humanity过来的 就是从人类过来的 humanity 就是humanitarian 人道的 this is aster 在新闻常见 因为新闻会报道 通常都是会跟灾难 有的时候就会有关系 几率很大 this is aster 好,prevention是指避免 它从prevent过来的 prevent就是避免的动作 prevent something 避免什么事情 那加ion就变成了它的名词了 prevention 再来cooperation 这是几个变化 它从operate过来的 operate 它是叫做操作 那operation就是操作的名词 那cooperation是两个人一起 或是好多个人一起嘛 ceo开头 所以就是合作的意思 一起做 cooperation debunk这个字是个动词 它蛮特别的 从bunk这个字过来 bunk是指的就是一个小小的防御公式 就是一个小小的城墙 或是一个小小的堡垒 那把它拆掉 debunk 就变成破除了 好,下面stereotype 这很常见的话 其实就是刻板印象会成见 比较高中后面一点的课程 就会交到这个单字了 stereotype OK 好,这是我们这次新闻的生字 接下来又进入我们新闻的本文 这个新闻的本文 就是只有小小的几个句子而已 但是它介绍了几个大的主题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它的句子 in perhaps the most powerful human migration wave in the world heads of state philanthropists and the business leaders from hundreds of countries are flocking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annual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好,句子很长 但实际上动作很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主持是这个啦 就是head of state 就是国家的领导人 这个state是指国家 那head就是他们的头 就是他们领导人 philanthropists and the business leaders philanthropists 我们前面讲 慈善家们 还有呢 生意人 生意领导人 所以就这些人 所以这些人 当然很多人嘛 所以他们在干嘛呢 他们are flocking to new york city 他们正群聚到了哪里 聚集到了纽约市来了 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联合国所在地嘛 那这些人是from hundreds of countries 这是补充叙述嘛 从数百个国家来的 因为联合国两百多个会员国嘛 那are flocking to new york city and他们为了什么而来 for the annual annual是年度的啦 annual anniversary 我们说周年庆嘛 所以annual年度的 united nations 就是我们前面讲了 联合国的general assembly 标题有看到的 就是联合国的大会 联合国其实有好多个会议 但是呢 general就是一般 就是所有国家都可以参与的 所以叫做大会嘛 general assembly 好那前面这个 讲他的情况啦 这个有个背景情况是 in perhaps the most powerful human migration 就是也许呢 是最强大的人类的移民的 这个浪潮 wave in the world 这个其实就是在讲 最近这几年的难民潮啦 还有移民潮的问题 这其实是 这几年影响世界局势 是最重的一个现象 那但是这里面 当然不会细讲 他提到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接下来这个段落 比较短一点 但是还有一个片语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 This week They'll have their work cut out for them to write an increasingly gradeless global shift 好 这个片语在这里 Have什么人的 work cut out for什么人 他的片语在这里 Have their work cut out for them 那这个for them 是可以省略的 他其实最主要就是 利用have的用法来变化的一个片语 Have什么东西 然后加圆形动词 然后让什么东西 面背怎么样了 所以have something怎么样了 这个动作用圆形 所以这个cut一定圆形 那他翻译其实是 只面对困难的工作啦 比如说one have one's work 这个have 其实应该变成has 就one has one's work cut out 然后这个for什么人 这个for售词呢 可以省略 好 再来这边就是 你看我们这边立句 he has his work cut out for him 他要面对困难的工作了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回来看 上面的句子 they'll have their work cut out for them 就前面讲那些领导人呢 将会面临困难的工作 他们的工作将会被cut out 所以就是困难的工作的意思 to write an increasingly rather less global ship 因为他们要怎样 他们来导证 这个write呢 你看他加在to的后面 其实它是当作动词 就是指导证 write something 让什么会变正常 那an increasingly rather less global ship 一个越来越 increase 增加 increasing 也就越来越 rare less 缺乏领导的 这个global ship 全球的组织 其实就指联合国啦 global ship 那这边还有几个例句 he has this work cut out for him 他面对困难的工作 this could have their work cut out 我们主持不一定要是同一个人 这个东西 我们前面可能讲了某件事情 可能会使他们的工作 怎样困难 have their work cut out 这就是我们这里讲 这个片语 他讲的就是 他们面对了一个难题的挑战 接下来句子就不怎么难 但它比较长 比较多的句子 来看 several UN member states have questioned the UN's authority in the past years and the clouds over the global economy were getting darker by the day few have serious hopes that this UNGA is going to solve its issues 好 这边都不难 就是它主要的句子都很清楚 许多的联合国成员国 several UN member states 他们怎样呢 他们已经用完成式 已经质疑了 他们过去都不断的在质疑 到现在还在质疑 质疑过了什么 联合国的官方权威 在这几年来 in the past year 在这几年之间 所以因为在一段期间 他们有一个完成式 然后还有 and the clouds over the global economy 就是呢 这个云 乌云 在什么东西呢 在全球的经济体上的乌云呢 we're getting darker by the day 就是他们越来越 就是指经济的状况 似乎越来越阴 越来越阴天了 所以我们这边 有一个英语中 漂亮的联合国旗 那few have serious hopes 就是很少有 他们其中之中呢 不多啦 few只有少 很少很少的人呢 有真正的 这个serious严重的 其实在这里是认真的啦 真实的或是他们认为 真的真心的相信的 这个希望呢 他们很少人的真心认为呢 this UNGA 这次的联合国大会 我们前面讲 United Nation General Assembly is going to solve its issues 能够解决他的这些issue 这个issue 我们前面讲过是发布 其实在这里指的是问题啦 他的这些问题们 issue or problems 也可以当成是同一词了 接下来这段就要接到 我们这个新闻其实真正的主题的话 他提到联合国大会会看到几个议题 他怎么写呢 but the global meeting does offer an opportunity to publicly discuss the past year's tensions here's what to watch for 但是呢 这个global meeting 这一次的全球的大拜拜 就是会面嘛 这次全球会议呢 的确 的确 我们的注动词 do does 不一定要拿来否定 也不一定要来问问题 他可以拿来强调确实 确实怎样呢 提供了一个机会 an opportunity offer an opportunity 提供了一个机会 干嘛呢 to publicly discuss 他这个是要做一件事情 所以用不定词 to discuss 然后是公开的 所以这边加了一个副字 to publicly discuss the past year's tensions 过去这一年间呢 世界上呢 充满了各种的紧张的问题 tension 我们可以讲 前面讲issues嘛 problems嘛 tensions 就是这些议题啦 然后here's what to watch for 这里就是我们要看到的这些议题 所以我们下面就会看到这些议题啦 首先第一个议题叫做 the UN general debate debate我们知道是辩论啦 其实就是联合国大会辩论 其实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开始呢 每个国家就可以申请 我要发表什么样的内容 像去年川普总统就有发表他的言论 那他言论基本上事实上是对联合国的不满 他认为大家都没有好好的做事情 然后又要美国一直出钱 所以他决定不太想出钱了 还有他决定呢 大家都对美国不公平 你们都欺负美国 所以美国现在要换过来 我不跟你们好 或是我不要对你们那么好了 所以说去年就有联合川普总统 在联合国大会上面的发表 那基本上呢 联合国大会上面呢 可以发表很多很多的言论 因为各国在这里都可以自由的发表 他们的意见 可以去表决一些事情 那包括每次台湾呢 就都会有友邦为台湾发表 说是不是要支持让台湾入联 这是the UN general debate 下面这个议题就比较实际一点 叫做the future of work 看标题其实不太清楚 工作的未来 其实他主要指 就从右边这个图片啦 就是在过去这一两年来呢 人工智慧的兴起呢 他开始呢 是不是可以取代了一些人类的工作了 所以人类的工作的未来是什么 是人工智慧与机器人的挑战啦 他们说这变成这样 We'll work for free 这个机器人 他可以免费替你工作 然后呢 但是人家怎样 work for food work for money OK 我们要有工 我们要有食物 要有钱 对于大老板而已呢 也许有一个不用花钱 就可以来帮他工作的人 是不是更适合呢 是不是我们人类的工作机会 会被限缩了呢 当然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议题 为什么 它是个很严重 也很有趣的议题 因为事实上我们 主要的主体还是人 社会的主体还是人 而不是机器 而不是人工智慧 所以说呢 他能够帮我们做什么事情 然后为我们创造什么样的可能性 这是未来一个 非常值得探讨的议题 所以在联合国大会之中呢 他们也聚集了 世界各地来的 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人 他们在讨论如何去面对这个未来的挑战 那下面这个大家看到标题就很清楚了 cracking down on narcotics on narcotics OK 那这边我们前面讲 narcotics就是指毒品 那这边其实有的人会用drug 对不对 那drug其实比较泛称 因为drug也可能是一般的药 那narcotics通常指就是麻醉迷幻药 那crack down就是破解的意思 crack就是把什么敲破 那crack down其实就是破解 破解什么毒品的问题 但是目前的毒品是日新月异 而且在中南美洲国家 尤其因为他一直都有消费的市场 就是美国还有欧洲国家 所以说这个毒品的问题 事实上一直很难获得解决 那还有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毒品呢 他现在的毒品呢 已经不再是过去 一定要靠植物种植了 他可能还有一些化学合成 他可以用一些化学料 很便宜的合成出各式各样的药品 所以他不只是以前的什么 鸭片马菲海洛因的 你看像这些这是药丸 没错就是很多的迷幻药 甚至它们的副作用可能更少 可是呢 它一样会对人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 所以说这个毒品问题呢 也就是药物的滥用问题 麻醉迷幻药的滥用问题 是一个全世界的 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议题 所以要cracking down on narcotics 当然有一些比较有趣的 比较正面的 Peace through space 就是说呢 我们人呢 在地球上面有好多战争哦 对不对 就是我们有什么难民嘛 有蓄力啊 内战啊 EM内战 等一下后面会讲到 但是呢 在一个地方是和平的 而且是世界各国在一起的 我们不吵架了 叫做国际太空站 太空中 Peace through space 在世界总算有一个角落 各国可以在一起 和平的合作 就是国际太空站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这是它的徽章 上面有各国的国企 有参与计划的各国国企啦 所以在这里 我们也许可以在太空中 大家呢 进一步合作和平的事情 不要做一些危险的事情 那有正就有反 dark clouds over global trade 这个乌云 前面其实就讲到了 就是世界经济的乌云嘛 global economy 那这边讲的更具体一点 就global trade 其实是全球贸易啦 全球贸易呢 在过去十几年来 是从经济危机以来 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 全球的贸易呢 因为中国的市场的关系呢 全球经济获得了 场主的成长和复苏 但是呢 这几年来呢 就是川普总统 美国川普总统 当选之后 开始要强硬的 对中国进行一些 比较关税的提升的时候 就造成了全球贸易的危机了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 新闻媒体 几乎每天都会看到的 就是美中贸易战争啦 就全球贸易的危机 这也是联合国 必须关注的议题之一 Dark clouds over global trade 下面这个标题呢 就比较符合联合国传统的议题 它是 Humanitarian disasters in Yemen and South Sudan OK 它是指什么 人道的危机啦 在哪里呢 在叶门跟南苏丹啦 这两个地方呢 都是长期有内战 平人的地区 那一个是叶门 叶门是在阿拉伯半岛的南部 它最主要是受到 沙烏地阿拉伯这个国家的影响很大 那这个地方呢 就会有产生内部势力的分裂啦 那就产生了内战了 那他们呢 这个目前呢 主要是有两股势力 其实事实上外国势力的人 就是有伊朗跟阿拉伯 那这两个国家的叶门内部的局势 是有巨大的影响力的 那叶门的内战呢 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 那目前人是进行式 而且阿拉伯国家 开始对它有一些什么 比较强力的介入 那这个都会造成一些 难民跟人道危机 那再来还有就是南苏丹 非洲的南苏丹 其实它本来是属于苏丹的一部分 这个整个大的这一块叫做苏丹 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苏丹 那但是呢 南苏丹因为宗教 还有民族的问题 因为事实上 这所谓的南苏丹 它看起来是一大块 实际上它是非常非常多民族 聚合在分布的一个地区 那这些民族之间 彼此之间其实本来就有一些不和 或者是 他们彼此之间本来就不是同一群人 他们使用语言就不一样 还有信仰上面的问题 包括伊斯兰教传入之后呢 有些人处于支配的地位 那后来殖民的吃力进来之后 这都会造成他们的内战 所以南苏丹的内战问题呢 到目前呢 还是很难解决的 这边都会有人道的危机 当然呢 这个里面还没提到 还有叙利亚内战啊 叙利亚内战也是欧洲目前呢 面对最大的难民 潮所来源的地方了 然后大家还有利比亚 北非的利比亚 在这个地方这里 其实也是内战的 所以联合国其实是面对的 humanitarian disasters 实在是太多了 数不胜数 那联合国对于这些危机 其实是 很难真的使得上力的 所以这也是联合国 被人家所诟病的一大问题 就是说 联合国不断地提出 人道危机的警告 但是他实际上 能够做到的事情 却又如此之少 讲了不好的 那也要来讲一个好一点的 联合国在实力上面 很有力的 就是在这个议题上面的 The Global Health and Disease Prevention 也就是在全球的健康呢 跟疾病预防上面 联合国其实成果是很多的 那这边这张图 主要是列出来的 就是世界上的传染疾病的大问题 HIV就是我们的 癌滋病 然后malaria是指瘧疾 那Tuberculosis就是指肺结合病 那这个Hepatitis C 其实就是指吸引肝炎 那这各式各样的疾病 Influenza是指流行性感冒 就是流行感冒 好那这些呢 都是指世界上的重大的疾病问题 那但是呢 事实上联合国在这些议题上面 都获得不错的成果 当然他们还是值得 还有很多地方要努力 因为这跟科技跟医学 有的进步是有关的啦 那这议题就可以在这个大会上面呢 让大家可以获得讨论跟进步 所以是联合国非常正面的一个方面 那我们当然也要提一下 接下来是比较像是新的挑战的话 是什么 Gender Equality Opportunity and Safety 就是性别的什么 平等 机会 还有安全 因为去年的风起云涌 就是什么 就是MeToo运动 就是有一些明星啊 或是有一些 长期在好莱坞很有名的一些 制片人 这些男性的制片人 他们长期去性骚扰 或甚至是性侵害 也就是事实上 我们说女权运动 从20世纪兴起来呢 他们不断 我们不断在强调 我们社会会进入两性平等 但实际上呢 性别彼此之间的不平等 跟性的侵害的问题 还是很严重 那性别的议题呢 是否要在我们的社会 没有再得到更大的进步 这个问题 事实上就是去年以来呢 MeToo运动 兴起来的 这些新的一波的浪潮 新的性别浪潮 当然联合国的新浪潮 挑战不止前面讲的 还有下面这个 Digital Co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好 Cooperation合作 所以数位的合作 还有什么呢 Governance 这边有个很特别 叫做治理 Govern 其实就是管理的意思 Governance 就是治理 好 这边也把 左边有个图 但是这个议题就比较复杂 也就是说 随着数位科技呢 已经进到了 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台手机 每个人的资料 都在网路跟电脑上面的时候 这个网路对人的生活侵入 其实已经无所不在的时候 大家的资料 政府要如何 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呢 透过这些资料呢 来进行他们的工作 来如何管理呢 甚至它是不是会侵犯到 我们的权利 我们的隐私呢 所以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议题 值得一谈 那当然这也是联合国 所必须致力的一个焦点 就是说 是否我们的数位资料呢 可以获得更好的合作 但是所谓的corporation呢 也就是治理governance 那这边其实还少提了一个字 叫做surveillance 就是政府对人民的控制 监控 那这次呢 他们又请到马云 到这里面来当这个议题的座谈人 这就是很重要 科技公司 所以说这就是digital 我们现在活在数位化的时代 我们去年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区块链经济 比特币 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媒体的兴起 还有媒体的乱象 这所以说数位的管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全球议题 最后当然还有我们在前面就有看到了 也就是migration的问题 然后这里就有一个世界移民的流动地图 这是从一个metrocosmo的一个网站上面抓来的 他们其实有做了非常多所谓的地图跟图像化的一些分析 这个图上面可以看到呢 这个这里是非洲 这里是美洲 这个蓝色就是美国 蓝色的圈圈呢 是指吸收移民 那红色的圈圈是指移民移出的地方 可以看到中南美洲大量的移向美国 那还有什么呢 在这里就是中东地区 叙利亚 还有我们前面讲的南苏丹 还有这叶门 不过叶门的人好像逃不太出去 那还有什么 就是东南亚的地区 那还有中国 这边其实都有大量的人口移出 移到哪里呢 移到欧洲 移到北欧的国家 那移到美国 还移到澳洲 还移到南非 所以debunking stereotypes about migration 也就是我们要破除什么 这些成见 这些固有的刻板印象 关于什么 关于移民的刻板印象 因为这会造成很多未来世界的西方的问题 就是种族上的问题 我们会排斥外来者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全世界各地 现在都已经是方心为爱了 美国川普总统能够上台 其实跟这个问题当然也有关系 还有欧洲所谓的右翼分子的新奇 所以我们讲联合国 其实事实上讲的就是世界目前会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大的议题 我们来顺便帮大家整理了一下 所以我们把整整的新闻念一次 and the clouds over the global economy were getting darker by the day few have serious hopes that this UNGA is going to solve its issues but the global meeting does offer an opportunity to publicly discuss the past year's tensions here's what to watch for 好 那我们的新闻呢就出自时音新闻 好 那这个新闻的原文文字在这里 我们的影片下面会有连结